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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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来到智库通的有机可乘 Dicky上个星期 就和一位嘉宾聊天 我觉得其实在她身上的经历 体现得到坚毅 以及真的要时间的投入 不是那么简单 也不是普通人会做得到 因为科研要的时间 或者随时都要面对失败 我觉得人的心态是很重要的 好 今星期继续和公司现在的主席 兼行政总裁李宗盛博士 聊天的Dotally 上个星期就很开心跟你聊天 说到你创业路上 科研其实都取得相当的成功 甚至乎商业上高都成功 但是做生意和科研是两码子的事 做生意就会面对很多 你如我诈 一些骗徒乘虚而入 在科研路上 其实都有一点 又未至于荆棘满途 但都好像是想闭吓你 那你就要跳过她的障碍 当时上个星期就说到 有些人想插货架 弄一些东西到你的产品 简单来说 敲诈你 遇到这些商业的骗子行为 你怎样将形刃而解呢 我想最紧要是 你要对自己的产品 对自己的质量有信心 所以对于我来说 最重要就是做药 我经常都说 因为人命关天 所以你一定要把质量 是要控制得好 要做得好 如果你对自己的产品 有信心的话 我觉得就 当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一个 很好的判断 这个真的是 你的问题还是人家 就是一些诈骗 或者什么 但Dr. Lee 其实做科研和做生意 应该是完全两个的 思考模式来的 你做科研一个人 我够专注几个月 不行的 我再来几个月 但商业社会 等不到你的时间 其实有时候 可能不幸 或者有些突发事情发生 你都要立刻去应对 自从真的去 学做生意 就是上市之后 你会不会自己 其实都要 将DOTALLY一分为二 对 就是一边我 就是继续用科研的精神 一边就要 就是商业的思考模式 都要的 都要的 始终特别是上了 上了市 你公司都有很多股东 就是股东 我们要对股东负责 所以你的角色是有改变的 就是我不再是一个 真是自体科研 自体产品 开发 你都要看看 你的现金楼是怎样的 你是可不可以 你的药出来之后 你可不可以成功的 所以我是 其实在早期的时候 我是什么都做的 最早的时候 我试过去推广药物 自己下手下脚去 去销售 去销售 前线都还好 去每一间医院 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湖南 就是湖南 我去了衡阳 青州 很多地方 我没有去一个地方 基本上我们就去医院 跟医生上課 讲教他们的药 都要去做 你要建立 真的去推荐你的药 让人知道你的药是怎样的 这些我都做过 我们有很多专家关系 你又要去维护 你都要跟他们打成一片 很多全国都四位去的 心血管医生 很多我们那时候 都是跟他们都很熟的 这个是你一定要给自己定位 当是一间初创公司 你开始起步的时候 你真的每一个都要做 从产品研发到它的推广 到它最后销售之后的问题 其他东西 都要自己去下手下脚去处理 但到何时觉得 不是 这个角色是需要有一些改变 多许这一个人分身分不到这么多 又要去建立网络 又要去看科研的成果 又要查一下数据 究竟这个月行不行 是呀 何时开始觉得 不是 要想得清楚一点 往后的发展 我刚才说 我都很幸运 我有两个姐姐 分工 他们都看着不同的东西 一个姐姐看着财务方面 另一个姐姐看营销方面 帮我分担 我都很庆幸同事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团队 因为我们都有很多同事 现在二十几年 和我们一起打拼 一起成长 很多都是当时从学校出来 就加入了公司 接着我们一起成长 到现在就有一个 是一个很好的团队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大家其他同事 去做的 我现在就相对轻松了 那就是 那当然我后来就去了 就是做了这个眼科的分查 所以就 又觉得自己好像又 轻松不下来 所以又 又一个新的挑战 又给自己一些多些挑战 是的 这个挑战真的很大 因为一间上市公司都管理不够 整多两间 就是变了两间 那刚才也说了 你本身做很多的药 都是跟心血管有关 那到往后 其实也都分拆了一间公司 应该这么说 也是独立的上市公司 就通过这个 生物科技公司的 这个上市制度 就成功上市 就是一个B字的 大家都很容易 就是认知的了 但是好了 李主席 那到现在你的公司 就是现在你担任主席 和行政总裁的 小方眼科 主要做一些眼相关的药物的研究 为什么会驱使你 又会将这个研究的范畴 又去了 较阔一点 眼的方面呢 有没有一些东西 是感召你会觉得 其实这个药理的科 科研的工作 相当之重要 很改变人类 很影响大家的生活 是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想法的 我当时开始做的时候 你刚刚都说到 最初我是做心血管 后来我就有机会 去开始接触到这个眼科 我发现眼科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眼神 虽然气管很小 但实际是一个最重要的气管 因为失明 就是看不到 是那个 可以说的后果 实际很多人说 是好像跟癌症一样 特别你原先可以看到 东西的人 突然之间看不到 我还记得当时 我有个朋友 讲一个故事 讲她姐姐 她姐姐就是 十五、六岁的时候 就开始突然之间 就那个视力下降下降下降 最后就看不到 就是一种遗传的疾病 她姐姐很努力 就算是这样 后来都是读到大学 毕业 后来都是为盲人 这些做了很多工作 当时我听到这样之后 就觉得眼侧是一个 对人影响很大的疾病 虽然它真的是很小的气管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应该投入这么多的资源 去研发一些药物 去帮助这些癌症病 然后我又看回 中国整个眼科的情况 又发现相对来说 眼科是比较碎片化 没有什么大药厂 去放很多资源去做 就觉得可能有机会 我们想可以打造一间公司 可以为这些眼科的病人 就是眼侧的病人 可以提供多一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提升我们眼健康 就是中国的眼健康 所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这一点 眼健康真的很重要 就开始了刻意地 就开始了引进一些眼方面的药物 同时又自主研发一些药物 所以就在很短的时间内 我们就有整二十几个不同的项目 覆盖了我们眼科前后都有 前面眼 我们眼科分前眼 眼前折眼后折 包括了肝眼症的药物 近视的防控 因为中国近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儿童很多 所以没办法玩手机 虽然他们也有限打 香港那些都没有 我的小朋友全部都戴眼镜 是的 另外就是老花 你可能都看到 现在我们中国 都是进入了老年的时期 所以老花又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青光眼 还有你年纪大 我们有些就到眼底的病 眼底病 好像是濕性的褪化性 就是老年的褪化性黄斑 加上这十几二十年 中国的糖尿病又增加得很厉害 糖尿病眼底病 你们都听过 又是上升得很厉害 所以我们觉得 这些都是 很多都是一种所谓未满足的要求 有些需求 是的 需求是很大 随着这个时间是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决定就是致力于 去提升这个中国的眼健康 我们可以做一些东西 出点力 所以就分拆了一间公司 出来专门去做这方面的研发 工作 有了这个方向 眼睛要看清楚 但是怎样又将一间新的公司 未来的发展继续规划好呢 而好像过往的一家上市公司 是做得有色有色 稍后再和Dr.Lee聊天 继续回来自腐通的有机可乘 Dicky 我刚才和Dr.Lee聊起来 要开始拓展一个新的业务 在眼的这一边 我亦都看到市场整个的需求都很大 其实是否那个发展潜力呢 如果计算内地市场来说 暂时来说 还可以说是一个无限的发展潜力 可不可以简单说给我们这些 完全不懂的人听 其实怎样去分 药物医治的眼疾 又或者是一定要做手术 才医治的眼疾 很多不同的眼疾 都有不同的方法 好像说黄斑 以前可能只能做手术 或者做激光 但是十多年前开始有药出来 就改变了 现在就是以药物治疗为主 所以实际上很多病都一直都是 在药物方面是不断的发展 在眼科方面 以前是可能多一些手术 或者是一些器械方面 例如我们再看近视防控 近视无非都是做手术 你可以做蜡蜥 或者是小孩 你可能听过有什么OK镜 有什么蜜蜜眼镜 这些都是用来近视防控 但是实际现在大家研发的 这个叫低浓度的阿托品 就是一个药物了 以后就可以通过滴眼镜 很方便 每晚滴一滴 你可以好好地控制近视的进展 对于小孩来说就很方便 因为OK镜 可能你还要带个镜进去 所以你如果天晚上滴一滴 眼润入水 那就很方便 好像老花 很多时候女士就不想 被人知道的年龄 所以女士去到餐厅 有时候很暗的时候 特别是你暗的时候 你看不到 为什么你老花 你还要假扮看到 对 你假扮看到 所以你就很疲惫 没有人想说 去拿个老花镜 从个袋里出来 所以你可以滴一滴 咬入水 给你几个小时 四个小时 八个小时 那你晚上吃饭的时候 你根本不用看得很真 所以就是 所以这一句也是老花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眼前折衫方面三大疾病 干眼 干眼 加上就是近视 老花 这些都是以前来说 相对弱是少一点的 除了干眼会有 干眼我们很多是用人工磊液 但是在中国现在开始有弱了 所以这三个就好像你刚刚说起 就是那个市场就真的很大 因为你的市场 你看到眼镜的市场有多大 脸色的市场有多大 老花镜的市场有多大 这些都是 不同年龄层天 对 这些药物都可以用 最惨的就是Dr. Lee 说的问题我全部都有 就是你眼又干了 然后你看东西 就太近就看不到 那都真是 我都明白怎么市场会这么大 因为随着年纪渐长 很可能有这些问题 都市人尤其是 小朋友尤其是 玩手机玩得多 又近视又老花 又眼干 原来都有很多问题 幸好都有弱帮 都好一点 Dr. Lee 我说到一个改变 有很多事情 以前没有的 现在就有出现 都是一些科研的 一个突破或者成果 其实现在看回你们整个的 产业行业 会不会都已经是有一些 重大的突破 你看过就说 刚刚你入行或者创业的初期 其实看回 当时我们可能一些 药厂厂房的发展水平 还有一个很大的进步空间 事资到今天 你觉得和西方国家比较的话 其实是不是已经 将距离拉近了 又或者竞争 激烈呢 在这个行业 都拉近了很多 都拉近了很多 例如我们现在的生产 就是GNP生产 在98年中国才开始 从无到有 现在中国的GNP 整个生产水平 就很高 药物的质量 生产质量水平 真的很放心 研发方面 都是进步了很大 因为特别你看到 近几年 不论是国家的投入 或者是很多资本 不同的资本 就使得真的 很多新兴的生物科技公司 可以成长起身 他们可以投入很多资源 去做研发 他们就成长得很快 所以这个实际 中国的生物科技 现在开始形成了 有自己的一个 形成了一个工业 可以真的 去跟欧美这些 去进行竞争 但好像Dicky所说 会不会是竞争方面 都去到一个 几百业化的阶段 大家都推了很多钱 去做投入 去研发 就是了 我只看股票市场 这些B字头的股份 都很多 自从港交所开放了 这个生物科技公司 上市的门栏 其实都很好的 令到我们资本市场 真的简单来说 都多了很多上市公司 先不要说其他 但是与此同时 竞争是不是又越来越激烈呢 是的 竞争就肯定激烈了 因为 因为有很多的资本 他们去投入 所以有很多的不同公司 可能有时候都会做同样的事 更类似的事 所以会有竞争 但我觉得竞争是一个好事 竞争 我们这个行业 一定要有竞争 才会有进步 因为我们 希望我们对人体的认识 不断提高 然后我们研发出更好的药物 去解决问题 不论现在到今天为止 我们看到实际我们还是有很多东西 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就算是肿瘤 实际我们到现在 都是未完全解决到的问题 很多其他的病 柏仁信病 很多老人痴癌 这些病 实际我们还有很多未满足的需求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公司 是更多的资本来 支持更多的公司 去投入到这些不同的研究 那是真是 真是帮到人了 李博士 你在多年研发的路上 其实都真是过五关斩目障 亦都取得无论是药品 或者科研 甚至乎商业上的成功 上市公司也创办过两间 到现在 你又对于未来 你自己有什么抱负 在这个行业 或者对于未来 就是说中国 说得大一点 或者说我们的世界 其实医疗卫生 都面对着很多挑战 很多一些 以前没有 但突如其来 出现好像现在新冠疫情 你怎样看我们这个地球 究竟你们科研 可否追赶得到 突如其来的一些病 或者是一些病毒 或者是一些细菌 我觉得就是要 不同的持分者 都要进一步加强 对科研的投入 就是好像你刚刚提到 真的因为你有很多事情 真的不知道 突如其来的疾病 好像现在的新冠 所以更加突显了 需要你真的要对这个行业 有很好的投资 我们要有产业政策 我们香港好 中国好 要在这方面进一步提高 否则你真的没有办法抵触到这些突发的情况 你都看到了 这次我们就算是新冠 中国也有很多企业 都有生产了很多的疫苗 快测这方面 为什么可以这么快推出 因为过去那几十年 它慢慢建立了一个好的基础 那你就可以快速反应 所以我们都希望香港都可以做到这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不是的话你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应对这些 那你就会变得真的很被动 科研其实基本上是不是一条 真的不能够停下来休息的一条路呢 Dr. Lee 就像你最初读博士期间 每一个研发阶段 就是有没有成果 你都是要一个时间等 等到一个成果了 之后又要出第二、第三、四、第五个不同的测试 到现在你都说有很多不同的 可能是一些新的元素出现的时候 你还需要满足得到市场的需求 你永远都不能休息停下来 是啊 你真的不能停下来 同样一间比例从事我们眼科药物研发的公司 你是不能停下来的 你是要不断的研发 就是你要有产品推出来 你又要不断的 因为这个对我们人体好 对我们眼睛好的认识是不断提高的 你很快就会被人淘汰了 如果你不去进一步研发 因为可能又发现了更好的方法 更好的药物 可以取代了你 所以你不能 这个行业是一个时刻 如果你真的要在这个行业做 你一定要时刻是在最前沿 你要了解到这个它的发展是怎样 你才能跟得上这个部分 不然的话你就真的很容易被人淘汰了 但就是因为正正有你博士 以及其他的科学家 或者是这些药物研究者的精神 才可以令到我们地球 甚至地球全人类 都可以继续很健康地生活和生存 这个都真的 其实很感谢你们的 不是开玩笑的 真的 多谢Dr. Lee的坚持 也希望你这份的坚持 可以给到一个启发大家 很多时候是 无论是否研发的人员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为什么今天还没有成果 但其实很可能要过程 需要一个的时间 最后都会见得到 想见到的一个结果 多谢Dr. Lee 多谢你博士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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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看的是 智库财经的YouTube频道 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之后 按下小铃铛 我们有最新的讯息 以及最新的视频 大家就会看到 我们还有一个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记住都要支持一下